大家好,我是Leon 我是Chris 我是帥仔達 今天又帶大家來到二龍頭的門口 這個位置應該很熟悉 我想是很多人的童年回憶 差一點,以前我記得我後面的位置 可以買魚蛋香,買飲品,然後上松山 買著,然後上纜車 那時候沒有纜車,就走上去 今天我們就是想來搭纜車 因為我沒搭過 你搭過嗎? 我搭過很多次 我都搭過了 為什麼你們會搭很多次? 因為我小時候就起好了 我長大了 我們去買票吧 多錢一張 看看開放時間和纜車的價錢 單程兩元 雙程三元 特別票,小童獎者就兩元 我們用不到特位票了 不如我們用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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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坐下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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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樂 好啦 оч 好 喂?你怎麼回答? 我還未安排 或者我們看看外面的風景 其實這麼快我們已經來到這個藍車鎮頭了 說真的也挺快的 其實松山又不是很高,只是幾十米 全程車都不算搓 老實說你的表情很搓 是嗎?戴著口罩見到 我們就上來松山的上站 其實上來這邊也不算是山頂的 這裡還是松山市政公園的一部分 我們稍後坐車上去看看下的感覺又是怎樣 好,稍後見 好,拜拜 滑這麼快,我們現在就下去了 現在要下山了 剛才上山,感覺上也不錯 通常下山是斜一點的感覺 上山容易,下山難,看看是否難些 嘗試一下 移安,你坐這邊 好,可以 好,好 其實這裡也高 這裡看來其實挺不錯的 你有沒有試過搭這艦車是吊腳的那些? 那些真的沒有 那些我真的不敢搭 我真的 我當年好像在馬來西亞搭過一次 嘩,你真的大膽 我真的不敢搭 可以看看那裡嗎? 好像四驅車賽道 好像迷宮 裡面 那些叫做甚麼? Sorry Lola 滑板 平行車 應該這裡真的到時會有多功能 那些交通規則 可能是給小朋友玩開車 可能要從小時候開始學 怎樣釀鮮 怎樣過馬路 那看來我們澳門也挺先進的 我們值得提到下面的這個 松山藍色的下站 是 就是一個中國式的設計 是 剛剛上面就不是 是 剛剛上面真的是歐洲平時那些 這個站應該是保留著以前二隆喉公園裡面 一些東西 是 但它這個很特別 很高的 這東西特別 我真的不敢搭 今次時遲拿時快到刀站 我們先下車 我們先下車 先下車 先下車 通常我們搭完車是走樓梯下去的 有些人會選擇 是 另一邊搭升降機都OK的 我們先走樓梯下去 是 你先走 好 其實整體感覺挺好 挺優良的 對 這裡舒服 這個藍車 不怕雲車浪 起碼你搭下去的感覺是OK的 而且不是貴 是 三元來回 你還想怎樣 還有它的宮崎也值得一提 是 剛剛有說過 95年招標 96年開始起 97年就好了 這麼快 原來以前的東西 其實這裡你看下面的結構 好像是 上多年 1997年用回這裡 舊的東西 還是 我想是新起的 應該是新起的 可能是配合附近的 風貌 特色 好 總結 相當不錯 值得大家來搭一搭 雖然是 本地人也好 遊客也好 有空來在這裡玩了 好 介紹到這裡 多謝為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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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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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